第十三集 农夫与蛇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,赶完即一回家,农夫在路边发现一条蛇。 蛇已经冻僵了,僵直得像一根冰棍,可怜兮兮地横在路上。 农夫见了很可怜他,就把蛇捡起来,放在自己怀里。 蛇被农夫贴身误暖后苏醒了过来,一醒过来就恢复了他的本性,狠狠地咬了他的恩人一口,使他受到了致命的伤害。 农夫知道自己命不久矣,临死前悔恨地说,我正该死,我怜悯坏人活该受到恶报。 这故事说明,即使对坏人人之意尽,他们的邪恶本性也不能改变呢。